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给你大的我自己都害怕 注意看啊 你吓着点 你拿下 别别了 假钱呢 不是 媳妇 你这么回事 今天啊 我开车下班的时候啊 我接了个活 啥 结果 接什么活 哦 这事我没给你汇报啊 不 哇 琴瑟啊 你看我上下班开车吧 那车都是空的 严重的不环保 所以说呢 我就下载了个顺风车APP 这不是顺道也挣点钱吗 呦 你可是大老板呢 这点钱你也挣啊 不会吧 太让我刮木箱看了 大老板也得讲环保啊 顺风车拉个客人 方便别人 也方便自己 还挣钱 有什么不好的呀 所以说啊 我就把你给我那个五十块钱假币啊 我就放在车的那个钱挡风玻璃上了 这时候就有一人来打车 整个好好的 目的地就在咱家门口 我就顺道就给他拉了 结果走半道 嘿 这个人太可恶了呗 说我车上有味儿 啊 不要到超市去买那个空气清新剂 我行的去吧 挑头我就到超市 买了空气清新剂 哈家伙在我车里 哈哈哈一吐乱喷呐 这把我呛的 我说走吧 刚走一半 他说还得回去 为什么呀 买湿巾纸 啊 我哪知道他为什么呀 啊 我说走吧 买完了咱走吧 不行还得回去 干嘛呀 说还得买个手绢 不是 你拉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我看他是有病 好容易全买完了 走到咱家门口了 哎 他下车 五十块钱 我也挺好 挣五十块钱 我说咱怎么家 微信支付吧 对呀 多方便 他说他没有微信 那怎么办 他给我一百块钱 我也没法找他呀 他顺手就把我车前面 那五十块钱假币 拿着就撩了 啊 那假钱让人拿走了 你怎么追呀 我追什么追呀 我系着安全带呢 等我摘下安全带来 我再下来 他就没影了 哎呀 我说你钱是否你老是干这些 挨打没人拉着的事 没事 我跟你说 那小子 那小子长那个倒霉样 笑什么呀 哎呦 我想起这个人长那模样 我就没法不笑 哎呦 这人长得太瘦了 我就没见过这么瘦的人 就这么一溜 哎呦 老远一看 跟蚂蚱惊似的 神闹 蚂蚱还能成井吗 我还念不信 那得掌声 魏夫回来了 哎 老远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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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啊 就是我请假了 那个我老旧要来 你老旧 没听说你有个老旧啊 是这样的 我妈妈那边一个远房亲戚 我叫老旧 我俩也好多年没见了 哎 二妹啊 嗯 那个五十块钱假币送银行了吗 哎 哎 五十块钱假币 你怎么知道的 二妹这是告诉我的 你嘴可真快 我说你 哎 你等会 那五十块钱假币 你送银行了吗 哎 送是送不去了 让他给花了 给找人去了 你可真行 那假币不能花 那他犯法呢 你不知道吗 你怎么什么事都干呢 你 我这事不怨我 我老旧来了 快 就怨你 快 你嘴可真快 你跟你说 哎呀 哎呀 老旧 来来来 来来 快来 快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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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敬意啊 骂着惊 骂着惊 什么骂当惊啊 我老旧 老旧 我给您介绍一下 老旧 这是我二妹夫 这是我二妹 这是我老旧 哎呀 老旧啊 这咱俩可有好多年没见了 是啊 真想你 等等 老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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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知道 哎呀 没办法 多少年就是这样的 这会中了 行了 来个正式的 来 来 老旧 哎呀 哎呀 老旧 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还是神奇心如愿 是啊 你好你好 等等 照房抓药啊 哎呦 我这个怎么比他那还大呀 我看着你就比他长得脏 啊 你这东西 你重点来点狠的 哇 哎呀 这回行了吧 还差一道程序 我跟你说 人哪 哪都好 都这个瘦脏啊 你是直到啊 上边细菌多了去了 尤其是他的小黑转啊 你愿一看呐 那就是鸡转的成精啊 哈哈 重来 行了 正式的 哎呀 老旧 你好你好 你好 你这是跟我浑身向下 这削了个毒 我这 我老旧他爱干净 啊 接屁 哎老旧啊 哎哎哎 你好好看看我 你是不是有点面熟啊 啊 你好好看 我 我见过这东西吗 啊 不是 我我我我 我见 不是老旧 我不是东西 哦 嗨 不是 我刚才开车 把您拉过来的呀 刚才是你把我拉过来的 你再好好看看 哎呀 你真的一说 我看出来了 这小眼睛一咖啡一咖啡的 哎呀 我的天啊 我还真想起来了 啊 就这小模样长得可爱呀 哈哈 赖蛤蟆成精都长不成你这样 哎呀哎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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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咱们这就算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对吧 缘 别老站着聊啊 哎哎 老旧请坐 请坐 等等 还得是老规矩啊 没办法 多少年养成的 哎哎哎哎哎哎 要不你来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哎没办法 做这规矩啊 哎呀哎呀 哎呀 你看看你看看 我要是在这家里边做家务 绝对不能这么那个 那个我就不说了 对不起啊 别看 这在垫上 这个就放心了 你看看这三样东西全用上了吧 哎呀 哎哎老旧 哎哎 老旧 刚才你坐我车的时候 不是在我车里抢了五十块钱吧 对啊 哎哎哎 说话要注意啊 我怎么是抢的呢 是你应该找给我五十块钱 但是你不找 我就主动的在你前面把这五十块钱拿走了 对对对对 你看你看你能不能把那五十块钱还给我啊 凭啥啊 不是 找多了吗 那倒没有 我是想啊 给您换一张 那我可不换呢 我跟你说 他那张钱呢 新啊 新的那就跟假的似的 咱们还没换呢 对对对 不是 老旧 这个老旧啊 这样 您喝点水啊 哎哎哎 二妹倒点水 对对对 你过来你过来 干干嘛呀 你过来 老旧你坐啊 哎哎哎哎 干嘛呀 老旧你喝点水 不客气不客气 那个水我是不敢喝呀 你是不是把那五十块钱 假币 换给我老旧了 你猜呢 我一猜就是你干 猜对了 你怎么什么人都坑啊你 不是我没坑的是他抢走的 我不是不 老旧啊 老旧 有个事我跟您商量一下 您不是今天从他那拿了五十块钱吗 不他应该找给我的 是是是 他找您五十块钱吧 您把那五十块钱给我 我给您一张真的五十块钱 这我就明白 对 你刚才说啥 我 啊 啊 啊 我终于明白了 你小子给我那钱是假的呀 哎呀 你呀你呀你呀 你说说你这个小眼睛啊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我不是 要不人家就说呢 小眼睛大眼皮 经常往外划假币呀 哎呀 我说的光是你呀 不是说的我 别闹了我 你真是不 记住咯 假币不能划呀 对对对 假币不能流通 那是要犯法的 对呀 怎么能随便划假币呢 对呀 我把它划了 啊 买的是波兰吗 啊 那个小哥 那个老旧啊 您在哪儿买的这水果啊 就你你们小区 刚一进来有一个水果汤 我在那儿买的呀 那行了 那是那儿 那我很熟 那个瘦过眼是个什么样啊 对 长什么样 怎么了这是 听我跟你说呀 一提收货员我就想笑啊 这怎么了 长什么样啊 因为他模样长得推可笑了 小短腿大足夭 大圆脸还挺扁 这么说吧 实到底那是个人 不知道的 都以为是一个磨盘成经了呢 磨盘经啊 谁呢 老公老公老公回来了没有啊 来没来呀 哎呀妈莫盘经啊 大舅 大舅 这这我媳妇 那个媳妇 这是咱老舅 老舅 老舅好 我媳妇 哎呀哎呀哎呀外甥媳妇啊 你看看 这这这长的 这长的那 这叫杨柳细摇啊 哎呀这小模样 啊就跟那个磨 就跟那个大 咋 neighborhoods 莫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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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花一样 对啊 都是茫莫莫 长得有点 废了 不是呀 您说那个磨盘经 是不是他 我不就知道 哎呀大姐啊 啊 不是你你怎么到外面 卖水果去 了呢 对呀 不是水果他的老板生病了吗 让我帮着盯两天吗 咋的了老公 那个情况是这样 你别问他了 我向你主动的坦白交代吧 对不起啊 外甥媳妇 他是这样的 我不是在你那儿 买了一个水管篮吗 对啊 二十块钱处理的 别说处理的 关键是我给你的那张签子 那五十块钱是一张假币啊 要不我怎么给你赔礼道歉呢 但是我向天发誓啊 我执不到那钱是假的 我要是知道他是假的 我绝对不能花假的呀 你说我是那个人吗 大舅你放心 这个事不赖你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赖就赖钱顺芬 就赖我呢 当然赖你了 不是 你要是你明明知道 我打开你了 行了行了行了 别吵了行了 别吵了 出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把那钱找出去了 找给谁了 小龙虾 麻辣小龙虾 啥 麻辣小龙虾 上你那买水果 成精了 你还吸油剂呢 你别跟他捣乱了 我就说 媳妇你这样 赶快去找那个麻辣小龙虾 把那五十块钱假币要回来 我也不知道这麻辣小龙虾是谁呀 拉倒吧 你不知道你管人家叫麻辣小龙虾 是啊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麻辣小龙虾呀 这麻辣小龙虾那个形体 特像麻辣小龙虾 就是麻辣小龙虾那个身材吧 就让我联想到麻辣小龙虾 老公 你能不能根据麻辣小龙虾那个特点 找着这个麻辣小龙虾 但是我敢确定 麻辣小龙虾的名字 肯定不叫麻辣小龙虾 你跟我这儿说道口令呢是吧 先别吵 先别吵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哎呗 哎呀 你在哪儿呢 我已经到着老半田了 你唱个你 快着点啊 到大门口了 那主 我接你去啊 老舅啊 您有客人呢 也不是什么歪人 是我的小舅子 您的小舅子 你没见过 是我远房亲戚跟我叫这个小舅子 他是这样 我呢 到城里来要看看你爸爸 他呢 就要跟着我来 他为什么要跟着我来呢 因为我不是你爸爸的小舅子吗 他不是我的小舅子吗 他为了让我这个小舅子有面子 所以他要跟过来要看看你爸爸 让你爸爸好知道 我这个小舅子也有这么一个小舅子 我明白了 今天是我们家呀 小舅子开会 这是老半田不 来啦 来啦 鞋子 看看看看啊 我现在正式给你们介绍 这位就是 麻辣小龙虾 什么麻辣小龙虾 太像了这样 熟的熟的 他可是我小舅子 你们也应该跟他叫 小舅舅 麻小舅舅 什么麻小啊 就是舅舅 别看你这个小舅长得瘦 这肚子里边有内秀啊 人家是搞收藏研究的 第一次来 不好意思 带点水果 你看看 麻辣小龙虾 大多盘 这水果不是你卖我的吗 对啊 就是在我那买的 我不是找给你五十块钱吗 对啊 钱在我这呢 对啊 你不觉得那个钱有什么奇特啥的 咋的 找多了 哎呀不是没找多 你不觉得那钱有啥 不对劲 对呀 有没有什么毛病 对不对劲 我咋没发现呢 我早就发现不对劲了 你看看你看看 人家搞收藏的眼睛 尖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呀那个啥 那个小舅舅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故意的 能不能把那钱 还给我 还给你啊 好 小丁美 没事 我跟她说 小舅舅 是这么个提醒 我给您汇报一下 是这样的 那个我二妹妹啊 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呢 收了一个五十块钱假币 她就把这五十块钱假币呢 交给了我的二妹夫 让她把这五十块钱假币呢 送到银行去 这个时候呢 我大舅打车 就抢走了这五十块钱假币 接着呢 我的大舅舅带着五十块钱假币 就来到我老婆的水果台买水果 就把这五十块钱假币交给了我的老婆 接着你我的小舅舅 又来我老婆的水果台买水果 我老婆就把这五十块钱假币交给了你 我的小舅舅 所以你这张假币是一张真正的假币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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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吗 你瞅你乌哪儿喊叫坑尸别肚的 你说的什么玩意儿 我说的不是还不清楚吗 我都明白了 你们都演出来了 对呀 我告诉你 那不是假币 那是一张错版币 错版币 说白了 就是钞票印错了 纯饰量特别少 但是极具周藏价值 今天我在马路普遍生活 太阳这么一看 老值钱了 哎呦 哎 小舅舅 这玩意儿值多少钱呢 我现在找人见定去 哎 小舅舅 你别走啊 你走着气多累啊 这样我开车送你去 切好了 你干干什么 我想办法把那张钱给他卖了 去吧 他说什么 什么玩意儿去吧 他想把那张钱给卖了 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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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瞎瞎瞎啥呀呀 那玩意儿有价无事 你还不如给银行 能换一张真的故事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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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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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